由我出生直至我三歲 我懂姓的時候 我都是穿拖鞋短褲和T恤的 在這幾十年裏面 我主要的裝束都是拖鞋短褲和T恤 所以在這輯照片上面 我拍得特別過癮的 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是穿拖鞋短褲和T恤 你想想 拍那個人都穿拖鞋短褲和T恤 那被拍那個又怎樣可以不穿拖鞋短褲和T恤呢 其實我覺得最難忘的 我當然覺得是我自己這個造型 因為這個造型 在我八十年代我看過癮腦正傳 有這個造型之外 在這二十年我都很少見 都是我們偉大的Art Director 想出來 可能他都會覺得我個人都有點癮癮的 所以他覺得我戴這個頭盔 其實是我身體的一部份 所以對我來說 天氣太熱了 我就很難忘了 這個頭盔我很難忘了 我好像拍《華山論劍》一樣 帶了一個很大的頭套 在頭上 哎呀 還辣瘦呢 頭套 合襯 我想在香港 我穿拖鞋都夠膽認聰 是數一數二的 但其實香港買拖鞋的選擇其實很少 所以現在多了一個這麼大的牌子 可以來到香港開店 又可以對我們這些 穿拖鞋的市民有一個這麼大的市場 其實是一件好事 還有其實 坦白說我冬天 我都是穿拖鞋短褲 還有穿T恤的 所以我覺得香港是四季都適合這個造型 而比特邦就是一個四季 差不多一連四季都可以是 玩的陽光的水的滑浪的踩板的牌子 那我就覺得非常之正 現在本身我就叫Sunny 今天就在日投影 那就叫Sunny Day 還有剛好我自己本身公司就叫What Sunny Day 所以所有事應該都是發生在Sunny Day那裡 就是最燦爛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